各位湾区的侨胞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长陈菊 欢迎大家收看北美红星卫视 谢谢大家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 1.9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财字生活杂志 我们纵观在过去几个礼拜的股市的发展 你可以感受到进入了一个修正的状态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到底是修正 还是有一个大灾难要来呢 其实事后诸葛当然知道 at this moment呢 我想很多的因素都还在未定之中 不过今天我们先来go through一下 在过去的数据 其实我们在星期二呢 我们的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到了 一万两千一百二十七 在四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指数大概是一万三千多 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月末一个月的时间 掉掉了一千点 S&P500同样的在星期二呢 收盘是在一千两百八十五 不久的之前呢 我们才在庆祝 S&P500突破了一千四百点 达到了这个2008崩盘以后的最高点 就好景不长一个月就把它跌回去了 纳斯达克指数呢在星期二是两千七百七十八 那其实同样的在不久之前呢 纳斯达克曾经突破到几乎三千点 所以短短在一个月之内 整个股市全部收黑 那当然在我们录影的时间 事情都还在发展当中 在上个周末G7就是七大工业国都在探讨 对于欧债的危机到底要去怎么解救 如果你有关心汇率的人呢 欧元对美元呢 足足从一块三毛六 大概掉到了现在是一块两毛三 就大概在这几个月的情况当中 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可能现在去欧洲玩 是最滑得来的时候了 你要去伦敦参加奥运 还是你要到欧洲的精品店去shopping呢 你光汇率大概就省了10% 所以现在美金又变得比较抢手了 那另外一个是好景不长 同样在美国呢 我们从上星期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些坏消息 首先我们看到在5月29号 我们的consumer confidence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就从69.4 down到了64.9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并不是说它是原因 其实它是个结果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3月 4月 在5月 这整个零售月slow down 你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工作的情况 也slow down了 在这个4月份 5月份产生的工作 这些数据全部我们看到都是比较slow 如果现在经济是软着陆的时候呢 我想大家应该也会觉得会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最少不会有人趁这个汇率可以自由汇率的时候来炒作人民币 所以在整个多势之秋呢 我们就看到美国的股市现在下来了 不过大家也不用这么的悲观 因为呢 美国我们在11月就要总统大选 大家想想看 如果您是欧巴马总统的话 我想你必须也应该会在当选 也就是说选举之前呢 你要来刺激这个经济 所以大家想想看 11月选举 它是第三季度 11月选举的时候呢 最能够看到的是我们7到9月的这个经济数据哦 所以我刚刚讲错了 其实应该是讲说选举是第四季度 所以我们第三季度从7月到9月 也就是说如果欧巴马政府要做一些调整的话 它的利多政策不管是刺激经济方案的QE3 还是说他们要稳定股市房市 我想这些措施呢 应该都会在7月到9月推出 另外的情况是 在去年的过去两年当中 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上半年好 结果在下半年不好 所以其实在5月初呢 就有人丢出一个口号说 Sale in May and buy back in June 意思就是说5月把它卖掉 6月再把它买回来 当然现在已经并不是纯粹的这个经济走向 来判断我们的股市的走向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政策面 包括我刚刚讲的G7 这七个国家该怎么去解救西班牙哦 各个投资人会不会觉得有件事很好笑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希腊几乎不是大家要探讨的问题了 因为在前一阵子欧盟其实早就放出话来说 他们也在准备 如果万一希腊要离开欧盟区的话 pretty much they are fine about it 最主要的原因呢 希腊的GDP大概只占全欧盟大概两个百分比 所以说对整个欧盟区来讲 希腊的走其实不会有这么大的伤害 可是万一希腊走的话呢 人们担心的是骨牌效应 那骨牌效应的下一个就是西班牙 而西班牙是欧洲的经济体的第四顺位 不要讲说欧盟要不要救他 其实西班牙已经大到没有人可以救他 也没有人救得起 那所以就是大家担心的不是希腊 而是说如果希腊有问题的话 投资人想的都是说那西班牙是不是就是下一个呢 如果西班牙是下一个的话 那整个欧洲就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那整个不稳定的状态发生的话 大家就会撤资离开我们的欧盟区 这就是为什么说希腊也不应该救 可是又应该救的原因 他唯一最害怕希腊的出事的问题 是怕他产生骨牌效应 如果说希腊出问题的话 他这个效果只影响希腊的话 我想有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的说 那就让他倒吧 可是现在牵扯到了西班牙的问题呢 就不是大家能够承受的 那其实这边有数据 光西班牙在上个星期呢 他几乎汇出了66个Billion的欧元 相对在同一期间 也就是一年前呢 他贿赂的资金远比他汇出来的多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西班牙已经承受到莫大的压力 不过整件事情都还在发展当中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 因为它将会是一个政策面 G7到底多团结 又或者美国会不会伸出援手 所以今天在做这个股票投资的时候 你可能不是政策面 对不起 你可能不是基本面 你也不是技术面 现在牵扯的是很多政府的政策面 政府会定什么政策 我们拭目以断 那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款款农情 款款心意 生计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上河西全新开张 Sea Pro海鲜港餐厅 要您穿着围兜 用双手拨开各式海鲜 给您一种自由轻松的用餐气氛 每天提供新鲜到货的海鲜 另有提供各类啤酒及饮料 让您欢唱一整晚 地址位于1628 Postadus Road San Jose 一个与家人朋友共享 欢乐时光的最佳地点 Sea Pro海鲜港餐厅 新章期间八折优惠 北加州最大的新型休闲健康养生超市 韩国超市 天天供应精致的健康养生饰品 新鲜肉类 海鲜 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货品齐全 物美价廉 韩国超市位于Sunnyville El Camino Rail 近Lawrence Expressway 七天营业 欢迎会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才智生活杂志 这节要跟大家探讨的呢 是这个手机的这个business 我想很多人呢 随着在过去的经验 我想如果都是亚洲来的朋友 应该都蛮记得的 当初这个Nokia的手机呢 是人所称现 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手机的品种 曾几何时呢 随着苹果慢慢侵蚀霸占的这个手机市场以后呢 我跟不敢相信我现在看到Nokia的股价居然是跌到两块七毛六哦 所以一个公司的心胜衰败呢 它可以发生的如此之迅速哦 我刚刚在看一下这边图呢 其实它在之前大概还在两年前的时候 它的股票在二十块 现在居然只剩下两块八毛多哦 所以Nokia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一波smartphone呢 它没有跟上时代的手机 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们就是Research Emotional 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话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当初这个Obama当选总统的时候 曾经还有些新闻说他不愿意放弃这个黑霉机哦 不过到后来为了说国家安全 它的手机呢 特别送去加密 让它可以继续在Research 这个这个黑霉机上面可以用哦 那黑霉机这个股票呢 就是加拿大的通讯公司 我们叫做Research Emotional 我同样的看到它今天的股票呢 是九块九毛九哦 其实在不久之前 约莫是在2009年 大家听清楚哦 2009年的7月左右 这个股票还是120块 你可以相信吗 2009的时候 它在哦对不起 2008的9月的时候它是120块 现在是2012年 三四年的今天 它的股价从120块Shrink 到了今天的九块九毛九 你自己想想看 你有几个朋友 现在还在用黑霉机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Breadberry哦 当然我知道还是有些商业的用户 他为了加密保密的关系 所以他还坚持在用这个黑霉机哦 不过甚至有很多公司 现在都抛弃黑霉机了 那至于谁是现在的Winner呢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分为两大阵营 我们的苹果电脑 这是独一的一个阵营哦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Android手机 如果您在科技业待的久的人 我想你应该不陌生 其实这样的战争呢 远在八几年 到九几年就已经发生过了 当初呢一方是Microsoft 它主导了这个PC 所以倡导的是一个开放系统 所以它让各种的软体 硬体制造商跟它合作 那当时的苹果电脑呢 是封闭式的 那它合作的厂商它都不多 它要支持独霸这个利润 所以当时可以说PC是大胜利 Even很多人都评论 苹果电脑的产品真是好用 可是它不敌PC的这个大军哦 那到了Steve Jobs在重长这个苹果之后 情况就改变了 他进入这个我们新的 Smartphone的系统 我想以比例来讲 可能现在每十个人 大概就是有六个人 这个我讲每十个人用 我讲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 大概就六个人 是用这个苹果电脑的iPhone哦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其实苹果当时在九几年底的时候呢 股票曾经只有剩下十几块 还要要求这个Bill Gates 来帮助他 In case他不要破产哦 所以我还记得当时 哇十几块 微软还伸出了元首 那到现在呢 苹果已经创造了六百四五十块的天价 然后现在又跌回了五百多 异军突起的是这个Google哦 Google成立不到十年 可是它发展的这个Android的手机的这个系列 就让很多其他的跟着的这个阵营呢 大打胜仗 举例来讲 韩国的这个三星 我们叫Sansom 台湾的宏达电 我们叫HTC 或者是美国本土的这个Motorola哦 之前是这个Motorola的手机 它就一分为二 然后其中一家呢 就被Google并购去了 这就代表了Google 它并不是只满足于 它的这个软体的开发商而已 它现在也涉足了这个硬体哦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面还有谁是缺席的呢 微软 Microsoft 如果您还记得早期的话 在Smartphone Touchscreen就有的时候呢 其实Microsoft的这个Mobile的操作系统 是有一席之地的 不过节节败退哦 所以Windows呢 在未来的世界 它要借助呢 Windows 8 还有平板电脑 还有PC 全部用统一的一个Windows 8 来操作系统 来开发它的未来的市场 还有一个好玩的消息 就是说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听说这个AT&T呢 跟Varison呢 跟T-Mobile呢 对于我们这个Apple的老大作风呢 这个不大满意哦 所以他们现在很用力的 在promote谁呢 promote就是Microsoft 跟Nokia 一起合作的这个手机 叫做Nomia 那为什么他们青睐 微软的这个手机呢 因为微软跟Nokia 在现在的Smartphone的手机呢 它是一个落者 那Android的这个系统 或者是这个苹果的系统呢 都是制造商说 什么时候发新手机 这些所谓的电信商呢 就要配合 我讲的是Varison 或AT&T 而他们觉得这个牌 叫牌都不是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们现在 宁可扶持第三个势力 就是我刚刚讲的 Windows跟Nokia的合作 它给它各种各样的promotion 然后帮助它的市占率增加哦 我在讲的这个用力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在高科技的年代 时间 事情 技术 变化都很快 曾几何时的Nokia 到今天 居然可以只剩下2块多 Research in motion 120块的股票 可以只剩下9块9毛9 这就反映了前一阵子 我们Facebook的上市哦 到今天都还不知道 它最稳的价钱在哪里 人们在这个快速的网络时代 追求快速的高科技 可是同样的 他们在抛弃 在洗心厌旧的程度呢 也是前所未有的快哦 所以我很难想说 五年后 十年后 我们的Facebook会怎么样 或者五年后 十年后 是不是有第三 第四个新的科技 跑出来来霸占Smartphone呢 We don't know 至于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您继续收看我们 彩智生活杂志的节目 近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谢谢 最了解您的需要 为您提供最详细的资讯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忠诚一条龙的专业服务 七天无休 专业的服务 忠诚的态度 忠诚 帮您安息人后 忠诚地产贷款电话 408-218-1900 或请打408-888-9722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位于南湾Milpitas的Mega烘备坊 为您带来各式各样 台湾地道的面包、糕点 其中包括了绿豆棚、凤梨酥 日式青乳酪蛋糕 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Mega烘备坊的面包 每天早上8点半新鲜出炉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器 让您吃的安心又健康 Mega烘备坊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 针对您的要求 为您社区独具风格的蛋糕 Mega烘备坊 位于25North Milpitas Blvd 永兴超市内 订购电话408-935-8983 408-935-8983 408-935-8983 偷偷告诉您哦 双季在大会下 今晚方面只要3.9-9 好久耶 偷偷腿干净净净 健康料 好想处处看哦 他说我只会炒股票了吧 不愧是我的好老婆 还会分散投资风险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一段呢 来跟大家讲一些 来保险的概念哦 常常还是碰到一些 这个 我也不知道应该讲 被保人还是投资人哦 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呢 有一点投资的味道在里面 那我们就常常在开玩笑啦 其实说如果你买保险的话 以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讲 买保险他希望你活得长命百岁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死亡的给付是100万 他当然希望这个人活到120岁 他当然不希望这个人60岁就死掉 为什么呢 因为60岁死掉的话 他就要马上付他100万啊 可是如果他120岁才死的话 这个100万是很久以后 才要付给这个被保人的 所以买保险呢 就牵扯到一些寿命的概念哦 那很多人不大了解的是保险的原理哦 所以他把它当作一个 投资的工具来运用 举例来讲有一位50岁的先生 他要买一个100万的人寿保险 那保险公司算出来呢 他一个月或者一年 我们讲一年好了 一年可能要交5000块的保费 交到过市为止 那我这个讲话 讲会很方便哦 因为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你巴不得赶快拿到100万 也就是说 以这个case来讲 你巴不得这个人死掉 他只要交一个5000块呢 就过市的话 他马上就拿到100万 那岂不是赚翻呢 以投资的角度哦 可是以人命的角度来讲 那谁希望早点过市呢 那可是又讲过来 有人说 那我交一辈子的保费 怎么要交一辈子啊 他从50岁开始交 每年交5000块 交5000块 结果他长命百岁 他活到了95岁 他都还在交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不甘心哦 因为呢 他寿命太长 保费交太久 所以我常常在讲 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哦 你到底是希望长命百岁 还是你希望投资报酬率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呢 因为人寿保险 本身它的fundamentary 它不是一个投资哦 所以当你用投资的概念 来去想人寿保险的概念的时候 你当然会陷入这个 不该有的期待 我再讲个笑话 现在会有人说 到了年底 跟自己抱怨说 哎呀我真倒霉 我今年一年交的汽车保费是一千块 结果今年都没撞车 一点都没有赔到 真是太吃亏了 现在不会有人讲这个话了吧 人寿保险也是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 很多人不清楚的是 譬如说你刚刚交这个五千块 五千块呢 并不都是你的钱 以保险公司来讲 这个五千块呢 就兵分两路 第一个部分呢 就去cover所谓的cost of insurance 就是人寿保险的成本 可是另外一部分呢 它就到了cash value 就是现金值 以我刚刚那个五千块来讲 然后这个人是五十岁 开始每年交五千块 它的人寿保额是一百万美金 它可能在五十岁的时候 还consider年轻 所以呢 它这个五千块 可能有一千五百块 到了cost of insurance 可是呢 它的三千五百块 是到了这个cash value 所以大家听到 一千五百块等于是花掉了 因为是cost of insurance 可是你有三千五百块 随着这个固定的利息 或者是variable的这个投资呢 在增长 可是呢 同样的一个人 他一直活到了七十五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不要忘记了 他交的还是五千块 可是这个五千块分布的比例 就跟五十岁来的不一样了 怎么回事呢 可能他交的五千块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四千五百块 都到了cost of insurance 只剩下五百块 是到这个所谓的cash value 也就是说cash value的累积 是越来越慢 cost of insurance 是越来越高 再假设 他到了九十岁的时候呢 他的cost of insurance 远远超过五千块 Let's say 可能是七千块美金 投资人有时候 或者被保人就不懂了 那我明明只交五千块啊 他的cost of insurance 怎么可以是七千块呢 原因就是 在你五十岁开始交保费的时候 不是有cash value吗 这个时候cash value 就会回去去补偿 这个不够的人寿保险 那你的cash value 可想而知 年纪活得越大的时候 你的cash value 就越来越少了 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投保的时候 他的五千块保费交进去 他看到他的账表 cash value还不错 还蛮满意的 可是随着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发现 cash value 越来越少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他发现 他就是那么一张保单 他再也没有现金值在里面了 那就违背了当初 他有一点投资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当初他买这个五千块的保险 他是想说 长期保值 我要用现金 又有现金 如果过市的话 又有一百万 所以里面隐藏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简单的概念 cost of insurance 会随着年纪 越来越增加 可是呢 cash value 会随着年纪 而越来累积的越少 甚至有时候 cost of insurance 不够的时候 还要靠 cash value 去补足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说人寿保险 还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有几个重点 一 买你可以负担的 千万不要在活着的 这个经济 都顾不好的时候 可是遗产却去买一大堆 偏偏呢 又迫到寿命很长 这个保费交到很老 还交不停 所以第一个 量力而为 买你该买的 第二个原则呢 去买的 人寿保险的时候 不要一昧的把它当做一个 去投资的概念 人寿保险 大部分都是为了保险 小部分有一些好的投资夹杂在里面 是OK的 如果你还有多的钱呢 你大可以走投资管道 不管是定存 债券 债券 Mutual Fund 股票 当然都可以 随便您这个 风险容忍度 这是两个最大的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呢 就是说 保险买了之后 千万不要随便的 surrender 千万不要随便的取消 或者千万不要随便的换 你一定要了解 原来你买的是什么 你即将要换去的这个人寿保险 又是什么 所以刚刚讲三个 我们再review一下 第一个 千万要买你能够负担的 第二个 千万不要把保险当做一个投资的好方案 第三个 买了保险以后 就千万不要去乱换 换的损失都是你 因为新的生意 保险agent如果赚到了钱 这个损失的却是你 这可能是您得不偿失 也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些保险的概念 那下星期同一时间 在晚上八点 请继续收看我们才智生活杂志 那同样有email 如果有投资问题 moneyattvhsusa.com 写个email给我们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